在今年5月底 發生在三支區電子裡的蔡公坑 因為受到煤雨封面的影響 導致發生土石流的災情 雖然當時新北市府公務局 以及三支區公所 在經過災害搶秀之後 也正在進行工程 而今天市議員蔡景賢 已到現場進行會刊 並且關心復原進度 市議員表示 從上游崩塌到整個溪流相當嚴重 也希望能夠協調中央單位 令物局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進行修復 但是今天我還有頂頭的部分 是我們國家公園 和我們水利室 今天我邀請我來費勤 因為我們下站 是我們市民北市政府 農業交和水利交給你做 那麼國家公園 要由水利室 今天來費勤 所以頂頭的經費 要幾百千萬 要由國家公園和水利室 來提出資金來做 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就是做一部分 最頂頭的的部分 都要不放下來 現在創建議員 再去中央圖 再做利四川圖 現在今天要來看 希望我和頂頭也來做 里長說當天從山上的巨大石頭 就直接衝了下來 差一點砸到一旁的民宅 幸好當時只有波及到倉庫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而經過日前的颱風過境 好家站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崩塌 也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搶修 目前我們做成一個決議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整治工程 上方私人的土地的部分 還是由市政府農業局來做 相關的一些組閣 以及相關的設施 在網上林務局一大片的部分 林務局他們礙於經費 今年沒有辦法施做 但明年他們一定會進場 來做一些改善的設施 看到怪手機具 不斷地將石塊排成溪流的波坎 而這一處的崩塌 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在下游的地方 目前由新北市農業局 正在進行修復工程 另外在上游的部分 公所表示在今天討論之後 市蘭林務局說他們會負責進行修復 不過經費問題得等到明年 但是這樣子的情形 在颱風季還沒有過之前 是否能夠承受豪大雨 相關單位可要仔細地考慮清楚 記者許斷易 三隻採訪報導